分享最走心的故事 品味最多样的人生 借鉴最契合的处事态度 大家好 欢迎来到好运连连 喜欢的朋友 欢迎关注点赞留言 今天是我的生日宴 周玉却发疯 一般的为难一个服务生 跪下来 跟我女朋友道歉 女孩怯懦地低着头 就在她将要跪下去的时候 我拦住了她 周玉够了 可是周玉却不满足 要么跪下来跟我女朋友道歉 要么我让你在这个城市混不下去 女孩脸色苍白 我拉住周玉的手 周玉 我说够了 周玉仿佛没有听到我的话 她阴沉着脸 目光死死地盯着面前 摇摇欲坠的女孩 在我的手碰到她的一瞬间 她直接将我甩了出去 滚开 哗啦 我撞在了身后的香槟塔上 香槟大应声而道 无数酒夜飞溅在我身上 乔南 你没事吧 赵新赶忙接过服务生 递过来的毛巾给我擦拭 则有够狼狈的 周玉仿佛这时候才注意到我 她回头 茫然地看着我 瞧瞧 我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转身上了舞台 朋友们 感谢大家过来参加我的生日宴 我在楼下酒吧 订了台子 今晚大家不醉不归 下了舞台往外走 周玉拦住了我的去路 我无视她 绕了过去 她还想追上来 被赵新拦住 周玉 别给脸不要脸 先把你自己的事处理好吧 你没事吧 赵新追上我担心地问 站在门口 我吐出一口浊气 那是沈青青 赵新认了声 我苦笑一声 看来不只是我 赵新也认了出来 或者说在场的大部分人 都认了出来 毕竟沈青青当年 可是在我们的圈子里 干了一件大事 曾经我在网上 看到过一个问题 富二代会喜欢什么 类型的女生 这问题挺逗的 富二代也是人 是人喜好就不一样 就像周玉 她喜欢的就是 沈青青那种倔强 自卑而又单纯的 这是周玉 对沈青青的评价 她说她单纯 所以她对周玉的爱 没有任何杂志 她说她自卑 所以她和周玉的相处 总是无法坦然 她说她倔强 所以在周玉的母亲 希望他们分手的时候 她毫不犹豫 转身就走 沈青青甩了周玉 周玉百般哀求 她头也不回 周玉 我求你不要再纠缠我了 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 我都是骗你的 这是沈青青被我们请到 周玉病床前时 说的唯一一句话 那时候周玉 把自己喝成了胃出血 仿佛只要沈青青不出现 她就去死 沈青青的话 让她赤红了眼 声嘶力竭地吼道 滚 后来沈青青就从我们的世界里消失了 再后来 有人对我说 乔南 沈青青走了 你的机会来了 我吃笑 我乔南是承虚而入的人吗 我承认我喜欢周玉 可是她和沈青青的惨烈 让我不敢去碰她 毕竟我们富二代嘛 总是权衡利弊的 我们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就像现在 沈青轻易出现 就让周玉多年的内敛 分崩离析 于是我就在考虑 我和周玉的婚约 还有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 赵新不放心我 死活要跟着我回家 我很无奈 在你眼里 我就是这么脆弱不堪的人 赵新连连摇头 瞎说什么呢 我就是想喝你家的酒了 见她一副不达目的 不罢休的样子 我只能带她回家 后来她吹了我一瓶十二万的酒 在我家又唱又叫 还要给我表演脱衣舞 我被她折腾得大汗淋漓 倒头就睡 最后竟然一夜无梦 生物中让我在早上 准时地醒了过来 我尽刻握看了一眼 赵新睡得 豪放而又安详 随后我就看到了 楼下停着的熟悉的车 是周玉 我下了楼 走到她车边 敲了敲车窗 周玉迟钝地转过头 看到我的时候 还迟疑了几秒 随后她软下目光 滴滴地唤了我一声 瞧瞧 看她这样子我就知道 她一夜没睡 记得有一次 她在公司加了一夜班 第二天早上缠着我给她送早餐 看到她的时候 我乐不可知 忍不住抬手挠着她的下巴 怎么一夜不见 你胡子都出来了 跟长草似的 周玉亨的一声搂住我的腰 她一边用胡茶扎我 一边说 证明我经历好 我被她逗得咯咯直笑 那些鲜活的记忆 和现在无形的隔阂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问她 她下车 脱下外套照在我身上 早上冷 怎么不多穿一点 小心感冒了 她嘴里说着关心的话 手上的动作更是轻柔 我忍不住叹了口气 周玉的手顿了下 瞧瞧 对不起 是我没控制好情绪 搞砸了你的生日宴 说着她掏出一个礼盒 生日礼物 看看喜不喜欢 看着这个礼盒 我犹豫了 犹豫该不该接 可是看着周玉温柔的目光 我还是接了过来 打开一块手表 无力感席卷全身 我甚至为自己 方才的犹豫感到可笑 我犹豫是因为 我以为礼盒礼会是戒指 周玉准备在我的生日宴 跟我求婚 这几乎是圈子里 众人皆知的秘密 毕竟她定做婚戒的事 已经被人捅了出来 而且我记得那个午后 在我昏昏沉沉地 睡着了的时候 她悄悄地拿着毛线 圈住了我的钟指 我眯着眼 逆着光 看着她轻柔到极致的动作 那一瞬间 我心里仿佛开了花 可是现在 是我自作多情了 我关上礼盒 淡淡地说了声谢谢 周玉皱了皱眉 欲言又止 还有事吗 没事我上去了 周玉拉住我 你还在生气吗 昨天是我不对 我不应该 周玉 我打断她 你不应该什么 想好了再说 周玉抬手难耐地揉着太阳穴 她睡不好 就会头疼 我有些心软 可以想到 她这么难受 还指不定是因为谁 我又一行阑珊了 行了 你先回去休息 等你休息好了 我们再谈 可是周玉 却一把抱住我 她无奈地说 你这一副 公事公办的语气 我哪里敢离开 她说 是我不对 因为她的出现 我的情绪有些失控 以后不会了 我保证 我有些难过地 垮下肩膀 周玉 三年前我问你的话 这时候 我再问你一次 你真的放下 沈青青了吗 如果你没有放下 不要来招惹我 三年前 我在公司夺权中失败 被我爸的私生子 赶了出去 私生子嘲讽我 你的性别 是你的原罪 跟我斗 你从根儿上就输了 那是我很颓废的 一段时间 颓废到几乎 在圈子里 销声匿迹 是周玉找到的我 她说她会帮我 怎么帮 跟我结婚怎么样 不怎么样 我知道她说的是 商业联姻 我更知道 这是个好办法 我能借着周家的 侍从回公司 只要回去了 我能做的事 就有很多 可是这个联姻的人 我不想选周玉 于是我直接了当地 跟她说 我喜欢你 你知道吧 如果跟你结婚 我会想要跟你 发展感情 如果发展不了 我会很难过 最后肯定会离婚 这样的话 我还不如找别人 对 找别人 我跃跃欲试 周玉无奈地拉住我 怎么说 风 就是雨呢 行 跟你发展感情 行了吧 她的话 吓到了我 她为沈青青 如何要死要活 我可是亲眼见证的 你放下沈青青了吗 如果没放下 别来招惹我 她叹了口气 放下了 真的 现在可以跟我 发展感情了吗 只是 以后能不能不要 再往我的酒里 加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水就算了 你往里面掺橙汁 是怕别人 看不出来吗 我惊讶地看着她 你知道 她哭笑不得 我不瞎 也有味觉 那时候 我是相信她的 我觉得 感情终究会放下 就像我对她 如果她不来招惹我 我会慢慢地放下她的 可是现在 我却有些迟疑了 如果一个人 过了五年 还能牵动你 暴虑的情绪 那么你对她 究竟是怎样的感情呢 周玉把我抱得很紧 我错了 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相信我 好吗 这并不是我想得到的答案 但周玉目前似乎只能给我这个 我推开她 行了 回去休息吧 你不相信我吗 周玉目光沉沉 我叹了口气 周玉 我们不说这个了 好吗 我们不欢而散 她因为我的不信任 我因为她的不坦诚 隔阂就是这样产生的 而更让人隔应的是 周玉对我的冷嘲热讽 听说你男朋友 为了你 让她的前女友给你下跪 哇 她真是好爱你呀 我轻蔑地看着她 西街的项目谈下来了吗 需不需要我帮忙 周玉脸色一变 但也就一瞬 下一秒 她冷笑一声 得意什么 你再能干又怎么样呢 不过是给我打工罢了 到最后这一切 还不都是我的 这不是桥原能说出来的话 明显地是我爸 给了他肆无忌惮的保障 草包 桥原两眼冒火 桥男 你有什么好了不起的 你不也是靠男人上位 现在这个男人也靠不住了 我看你还有什么 懒得再跟他多费口舌 就像我曾经说的 只要我回来了 我能做的事就很多 最后露死谁手 还未可知 下班的时候 周玉在地下停车场等我 他站在车外 手里转着烟 看起来有些落寞 怎么不给我打电话 周玉的手在我脸上蹭了下 怕你不肯接 我张了张嘴 想说我们谈谈 但最后说出口的却是 没到那个程度 周玉仿佛松了口气 晚上想吃什么 你定 去我家 我给你做 我点点头答应了 周玉难得的 在做饭上很有天赋 但我知道 她的厨艺是为了沈青青练出来的 沈青青很穷 穷到只剩下了尊严 她不愿意接受周玉的任何好意 周玉给她的任何东西 她都会想方设法地去还 比如周玉带她出去吃一顿饭 她一定会回请回去 而这对她而言负担太重 周玉向我们说起 这种事的时候特别苦恼 但其实我们大多数人是觉得 沈青青有点矫情的 周玉也看得出来 于是她说 你们这些没吃过钱的苦的人不明白 她很穷 所以要用尊严当底线 不然她就会无限制地堕落下去 那一刻我想 周玉是真爱沈青青啊 所以我说 你不是在学校附近有房子吗 实在不行 你们自己买菜在家里做 又省钱又温馨 我就随口一说 我并不觉得周玉会去做 金尊玉贵得养大的小少爷 估计连盐和糖都分不清吧 可她做了 还做得很好 我苦笑着摇摇头 以前我不会想这些 也不会去比较 没意思 曾经发生过的事 不可能消失的无影无踪 我要接受周玉 就要接受她曾经深沉地爱过别人 可是现在 曾经的过往 却总在我脑子里反复地回放 看来我也并不像 自己以为的那么豁达 吃完饭 周玉拉着我投屏看了场电影 天色渐晚 我也差不多要回去了 我和周玉恋爱三年 但最亲密的接触只是接吻 我们没有同居 也没有在彼此的家里留宿过 赵新觉得不可思议 能把恋爱谈得这么纯的 你们还是投一份 说说吧 你们谁不行 应该不是周玉吧 我记得她跟沈青青的时候 可是半年就同居了 怎么 心里过不去 所以她以为是我的问题 可事实是 周玉从来没有开口提过这种事 我一个女孩子 总不好主动地要求吧 而今天 我站起身对她说 周玉 我能留宿吗 周玉正了下 当然可以 你去把客卧收拾出来 我看着她 失笑出声 我开玩笑的 明天还有会议 我先回去了 我送你 不用了 瞧瞧 周玉叫住我 怎么了 她冲我笑了下 我后面可能有点忙 等忙完给你打电话 好 说不失望是假的 一个男人 轻心寡欲了三年 或者更久 原因到底是什么 是目前的人不合适 还是前面的人太刻骨 沈青青不见了 最近一段时间 我和周玉的联系不多 她忙 我也忙 这种情况在以前是挺正常的 可是现在 却仿佛我们在冷战 今天助理把应酬的地点 定在沈青青工作的地方 我本来没想过去找她 但遇上了 却想聊两句 于是应酬完后 我问了问沈青青在哪 可是大唐经理却说 沈青青已经离职了 什么时候的事 我皱了皱没问 大唐经理查了下 把日期报给了我 正是我生日宴的后两天 走得挺急的 应该是遇到了什么事 连这个月的工资都不要了 太巧合了 我从来不相信 这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巧合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是问周玉 可是隔阂一旦产生 就不是那么容易愈合的 于是我打了个电话 帮我查个人 名字叫沈青青 轻松的青 今年28岁 顿了下 我继续说 围绕周玉去查 察觉到我和周玉之间 异常氛围的有很多人 比如我爸 他难得地给我打了个电话 晚上和周玉一起回来吃饭 没空 你没空 还是周玉没空 我没回答 他说 把你手上和德国那边的项目给你哥 我沉下声音 这是我跟了一年半的项目 你哥需要成绩 需要成绩让董事会认可他 他拿不起 我说 现在拿得起 我爸语气很淡 仿佛说着一件无关紧要的事 乔南 别惹我生气 我沉默许久 最后咬牙切齿地说 我知道了 挂断电话 我的神色恢复正常 鱼儿咬勾了 乔原是个废物 什么都想抢 也不看看自己拿不拿得动 不过被抢了项目 我总要做点什么 于是我跟助理交代了声 躺在家里开始摆烂 下午的时候赵新给我打来电话 我以为他是要喊我出去玩 结果他说 我在医院看到周玉了 肿瘤科 行 我知道了 你不过来看看吗 要不要我进去打听打听 你不用管 我会处理的 晚点的时候 那边的调查结果也传了过来 而我的心也跟着往下露了一拍 沈青青的老家很偏远 和周玉分手后 他就回了老家 这么多年 除了那次我们逼着他来见周玉 他一次也没有出现过 而现在 他之所以会回来 是因为他母亲得了癌症 这里医疗条件好 他不能离开 所以他抛弃尊严 差点给周玉下跪 而现在 他原本住在普通病房的母亲 被安置在了特户病房 曾经他没钱用的治疗手段 现在也全部用上了 钱哪里来的呢 周玉给的 所以他能毫无顾忌 连工资都不结就辞职 还有他现在住的地方 那个地址 我很熟悉 是周玉名下的一套房产 这叫什么事呢 背着我杨小三 何必呢 我又不是那种甩不掉的人 而且 就他现在的能力 如果他真想跟谁在一起 谁还能拦得了他 我坐在房间里 从日暮到天黑 最后 我给周玉打了个电话 周玉 我们谈谈 瞧瞧 发生什么事了 我这时候在忙 晚点 我打断他 周玉 算了 不谈了 我们分手吧 没什么好谈的 讨论一下 谁错谁对吗 还是掰着一下 谁辜负了谁 怪没劲的 说完 不等周玉回答 我挂断了电话 可是半个小时后 周玉出现在了 我家大门口 他面容苍白 双眼赤红 神色说不出的憔悴 就连平时周正板直的衣服 也有些凌乱 他颤抖着声音说 不分手 心里有些疼 周玉 我知道你和沈青青之间的事了 你是在包养他吗 别这样 侮辱了他 也侮辱了我 周玉慌忙地摇头 不是的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没有包养他 我只是想让他的母亲快点治好 然后他快点离开 他离不离开 在哪里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你不在乎他 说实话 我的声音也有些颤 我们彼此都在压抑着情绪 不想让现场太难看 周玉就这样吧 现在的状况我很不喜欢 所以 我还没说完 周玉猛地上前捂住我的嘴 他的动作很轻 他祈求地看着我 别说 瞧瞧 求你 别说 周玉哭了 他难难道 给我一点时间好吗 我不好 我很不好 瞧瞧 你等等我 周玉说他已经在看心理医生了 他说他有幸厌恶 曾经的他一直在逃避 可是沈轻轻再次出现 他不得不正视自己的狼狈 说出这些话 他仿佛用了全部的力气 他低着头 面如死灰 这样的周玉 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 不禁让我的心一咎一咎的疼 我走过去抱住他 轻轻地拍着他的背 周玉低下头 把脸埋在我的脖梗处 为什么会这样 是因为沈轻轻吗 周玉嘀嘀地嗡了声 随后他跟我讲述了 他和沈轻轻之间 那些不为人知的事 周玉讲得很乱 他说沈轻轻分手 不是因为他母亲 是沈轻轻提的 提分手的契机 是周玉发现 沈轻轻给他自己用药 周玉和沈轻轻交往半年 就同居了 周玉要求的 沈轻轻没有拒绝 不过他们 一直是分房睡的状态 因为沈轻轻很抗拒 甚至不用到最后一步 就连拥抱 接吻他都是紧绷的 一开始周玉只当他是害羞 放不开 时间久了 他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后来他质问沈轻轻 你到底爱不爱我 周玉扯扯嘴角 其实我就是在气头上 随口一说 那时候我是真觉得我们很相爱的 可是就因为我这一句话 当天晚上他就给自己用了药 什么都没有发生 周玉把沈轻轻送去了医院 他问沈轻轻为什么要这样做 沈轻轻开口道 周玉 你放过我吧 瞧瞧 他不爱我 或者说他从来没有爱过我 而比这更难堪的是 沈轻轻之所以会跟他在一起 只是为了寻求他的保护 没有爱 只有利用 我以为我跟他在一起的美好瞬间 对他而言全部都是煎熬 甚至是恶心的 这是周玉很久之后 还回过位而来的 比如沈轻轻不止一次的 在跟他接吻后会吐会哭 太难看了 所以再次见到沈轻轻 周玉恼羞成怒 我怕他 怕见到他 我更怕他在你面前 说起那些不堪的往事 所以我先发制人 多狼狈啊 他仿佛被人脱光了衣服 站在大庭广众之下 在任何时候都游刃有余的周玉 第一次恼羞成怒 他用最恶毒的语言 最高的声音去压制沈轻轻 他以为这样他就赢了 可事实是 他输得一败涂地 他始终没有从曾经的阴影里走出来 周玉脸色苍白 我心疼地包住他微微颤抖的手 在我们这个圈子里 周玉是非常幸福的 他父母相爱 家庭美满 他们把他保护得很好 他阳光 温暖 自信 洒脱 他把百分之百的爱意 投入给了自己的初恋 可被回报的却是迎头暴击 我知道他还有很多事没有细说 但那些都不重要了 没事 多大点事 我在呢 我陪你 周玉紧紧地抱着我 他哑着声音说 我在治了 我会好的 我能走出来 你等等我 瞧瞧 你等等我 我的眼眶有点热 有沈轻轻的联系方式吗 我问他 周玉点点头 以后我跟他联系 他的事我来处理 他在哪 他要做什么 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可以吗 好 我捧着他的脸 周玉 我在呢 我会一直陪着你 我们的时间还长 慢慢来 不怕的 周玉没有走 留宿在了我这里 也许是因为太强烈的情绪波动 他很快地就睡着了 而我侧卧在他身边 久久地无法入眠 我给沈轻轻发了一条消息 明天有时间吗 我们谈谈 沈轻轻回复 好 早上出门前 我告诉周玉 我要去见沈轻轻 周玉的脸色紧绷了一瞬 然后慢慢地放松 你决定 我微微地叹了口气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 剖心是很难的 把自己的心剖开 血淋淋地摆在别人面前 你不知道别人是会珍惜 还是会嫌弃 用自己的痛彻心扉 去堵别人的一丝垂怜 胜率太低了 就像现在的周玉 他把自己的心剖开了 所以他伤痕累累 失去了保护膜 他现在在我面前脆弱不堪 我得慢慢地让他暖回来 可我有这个能力吗 昨天晚上 我想了一夜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 但我得有 我帮周玉挣了挣领带 下班后过来给我做饭 我要一束花 你好久没送我花了 周玉机不可见地笑了笑 好 周玉把我送到医院就离开了 沈清清在住院部前面低 凉亭里等我 我们面对面地坐着 却相顾无言 但凡沈清清表现出 任何对抗的情绪 我都能将他压制得毫无还手之力 可是沈清清太沉了 不是沉稳的沉 是死气沉沉的沉 上次在生日宴上看到他 我就有这种感觉 他仿佛那种已经目矮沉沉 被生活折磨得毫无还手之力的人 可他明明才二十八 最后还是他掀开了口 他说 对不起啊 对他还是对我 他说 对你 我第一眼看到你就知道 你喜欢周玉 可是我那时候太需要他了 耽误了你们这么久 对不起 出于补偿 你想知道什么我都会告诉你 于是我问他 原因 沈清清的眸子像一滩死水 他说 太穷了 不敢多吃 不饿死就行 衣服洗到发白 不破就行 不敢有社交 太费钱了 就连宿舍里平摊的水费 电费都让我心疼得要死 不管在宿舍还是教室 我都是个边缘人 挺好的 可是不知道怎么的 他就碍了那群人的眼 他们拿他打赌 赌他多久洗一次澡 他们拿着手机闯进浴室 要给他拍照 沈清清吓坏了 打掉了他们的手机 这甚至都算不上反抗 却触了那些人的眉头 随后就是无休无止的霸凌 沈清清没有细说 自己是怎么被欺负的 他只说 在那一连串的欺辱后 他准备自杀 是周玉拦住了他 他轻而易举地 帮沈清清解决了所有的难题 他保护了沈清清 这样的开始 放在言情小说里叫救赎 可是沈清清的世界里 没有爱情 后来周玉开始追求我 在别人眼里那是高调 而又浪漫的 可对我而言 却只有害怕 邪恩图报 我缓缓地吐出四个字 我问他 这是你对周玉行为的定义吧 沈清清惊讶地看着我 我想到了什么 你也这样对周玉说过 是不是 沈清清沉默了 我心里闷得厉害 那你为什么不拒绝他 这与其说是问题 更像是对他的责难 沈清清舔了舔干枯的嘴唇 我怕呀 我怕周玉 更怕因为周玉带来的种种关注 如果我拒绝了他 他会报复我吗 就算他不报复我 他身后的那些人会报复我吗 就算他们都不会 那曾经那些欺负过我的人呢 我真的太害怕了 我只是想毕业而已 读书 毕业 工作 赚钱 我该过的是 盈盈狗狗 默默无闻的日子 周玉给我的 我一点也不想要 沉默许久 我站起身 你住的地方 我会重新安排 你母亲的治疗 我会全权负责 这是我带周玉给你的补偿 同时 从今之后 你要躲着周玉 不要以任何理由出现在他面前 这是你给他的补偿 我想 从沈青青这里 知道的就只有一个原因 至于其他的细致末节 如果周玉愿意告诉我 我会听 如果周玉不愿意 那就仅仅是过去了的事 转身离开 沈青青在身后叫住我 乔南 谢谢你 还有 对不起啊 和沈青青谈话的内容 我没有告诉周玉 周玉也没问 他给我买了一束黄玫瑰 还有一些我爱吃的菜 他在厨房忙活 我就在外面拿着花摆弄 我不懂插花 审美也一般 倒估到最后 感觉有点似不像 我问周玉 好看吗 周玉点点头 好看 我很满意 饭桌上 我跟周玉说起了 桥园的事 德国的案子 让他尝到了甜头 他已经开始干涉 接手我的其他项目了 助理白天的时候 给我打了电话 我只说了三个字 随他去 周玉点点头 他身上的负债 已经越来越重 我会适时地让人提醒他应该怎么做 这三年 我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 所以人都以为我是想跟桥园抢工 这也是我想让别人觉得的 而周玉 他无条件地支持了我的决定 我问他 你不觉得我很意气用事吗 周玉看着我扬扬眉 意气用事就意气用事 我又不是养不起你 这话挺霸总的 但听得我心 反正最近你也闲着 要不要去我公司 我去干什么 玩 吃完饭 他陪着我看了会儿书 在暮色沉下来时起身离开 我没有挽留 可是看着他不如夜色的孤寂背影 我忍不住开口 要不要留宿 我把最好的课沃让给你 周玉顿住脚步 好啊 第二天 我跟着周玉去了公司 我以为他说让我去玩是开玩笑的 结果他把自己的办公桌分了一半给我 拿了个笔记本 让我打发时间 又让助理给我买了一堆零食 水果 看着来往人一脸的新奇八卦 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周玉倒显得无所谓 时不时的还凑过来 让我喂他一口吃的 吃完午饭 他对我说 下午有个饭局 我让司机送你回去 我点点头答应了 可是临上车的时候 他又拉住了我 他嘴唇紧绷 神色犹豫 怎么了 他缓缓地摇摇头 没事 只是告诉你 我今天晚上就不去你那边了 好 这一夜我有点失眠 我知道周玉没有跟我说实话 他脸上的举棋不定 我看得一清二楚 今天下午 他要去的应该不是饭局 大概率是心理咨询师那里 这件事我没在意 我在意的是 除了目前所知道的 沈青青到底还对周玉做了什么 看着窗外 大树下的点点星光吸引了我 有人在抽烟 定睛一看 是周玉 我心里一震 拿了件披肩就出了门 周玉在走神 直到我定在他面前 他才发现 他慌忙地将烟掐灭 又在面前挥了挥 怎么出来了 他问声音有点哑 我有些不高兴 你来多久了 为什么又不给我打电话 他说 我就站会儿 没想打扰你 我捏了捏他的衣角 很冰 绝对不是一时半会儿 我拉住他的手 转身就走 跟我回家 周玉的手往后缩了下 最后又软了下来 回到家 灯光下我才发现 周玉的脸色有些不正常地白 我探了探他的额头 周玉笑着说没事 我却沉下了脸 你发烧了 不知道是在楼下动的 还是其他原因 生了病的周玉很听话 我让他去洗澡 他就去洗澡 我让他喝热水 他就喝热水 我让他一好被子 乖乖地躺着 他就露出个脑袋 睁大了眼睛看着我 行了 睡吧 好好地睡一觉 明天就好了 可是在我起身离开的时候 他却拉住了我的手 怎么了 周玉嘴唇动了动 却扮上没有吐出一个字 我说 等我一会儿 我关了大灯 将床头的台灯调到最小 昏暗的灯光下 我拿了个垫子坐在床边 要牵手吗 周玉没说话 而是伸出手和我食指向我 我捏了捏他的指腹 不怕 我在呢 我保护你 周玉握着我的手紧了紧 我们这群人里 我一直觉得 你是活得最通透的 你好像什么都明白 什么都知道 所以 每次遇到是我就窜个局 然后等着你给我一个意见或建议 我惊讶地看着他 你故意的 周玉点点头 他们那一群插科打混 看热闹的 谁能指得上 竟然是这样 我还曾经一度地觉得 周玉是个傻大个儿 什么都往外说 现在看来 我是被钓鱼了 那你应该早就发现 我喜欢你了吧 不知道是不是灯光的原因 我感觉周玉的眼神特别地软 他说 一开始没觉得 后来发现其他人遇到事的时候 你总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我就感觉出来了 我择了声 丢人 周玉的大拇指 在我手背上刮了刮 以示安慰 我问他 你那时候帮我 是为了报答我的喜欢吗 周玉顿了会儿 我那时候的状态很不好 挺狼狈的 甚至有点自暴自弃 后来我听人说了你的事 也没多想 就觉得肯定是要帮你的 怎么帮都行 我看着他 那你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 说完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你是喜欢我的吧 喜欢 周玉回答得有些急切 我跟周玉之间 没有太多轰轰烈烈 但一个人对自己的感情 那绝对是感觉得到的 而且周玉向来说话算话 他说跟我培养感情 那就是真的培养感情 那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 周玉想了想 他说 不记得具体是什么时候了 只知道 当我发现我喜欢你的时候 已经是很喜欢了 周玉从未对我说过情话 第一次 真让人心动 所以我很害怕失去你 周玉的声音低沉了下来 所有的事不是想骗你 只是无从开口 没事 我放缓了声音 我早就过了对这个世界的判断 是非黑即白的时候了 我允许灰色地带的存在 我接受谎言 只要那些谎言不是为了伤害我 你看 当初我跟你提分手 我那么生气 都要气死了 可是你一说 缘由我不就抱住你了 对不起 周玉眼里满是愧疚 原谅你了 我说 周玉这下终于开了口 他说 我下午不是去应酬了 是去了心理医生那 不太好 吐了 出来后在车上抖了半天 才能启动 很丢人 不想让你看见 可是骗了你 我更难受 周玉随后跟我说了 那些他和沈青青之间 更隐秘的事 周玉说起过沈青青 给他自己下药 但那已经是他们的关系 接近终结的时候了 而他们在一起两年 不可能只有一次 这个问题 我最开始就意识到了 可是我没想到的是 除了最后一次 沈青青其他的药 都是下给周玉的 阿米蒂林 抗抑郁药 其副作用是降低性欲 周玉傻乎乎地沉浸在爱情里 如果不是沈青青最后自爆出来 她根本不会发现 而沈青青之所以自爆 是因为周玉不肯分手 即使沈青青已经说出没爱过她的话 周玉依旧不信 她甚至怀疑是不是有人从中作梗 沈青青被逼到了绝境 她跪倒在周玉面前哀求她 她露出自己的胳膊 上面已经伤痕累累 你看 这些都是我自己划的 不管是你的亲吻还是拥抱 我都接受不了 可是我得忍着 我忍着忍着 实在忍不了了 就给自己一刀 没地方划了 周玉 再划下去 我会死的 她的话 她的伤一刀一刀地凌持着周玉 周玉崩溃了 太难受了 心里憋着一团火 因为这操蛋的过往 还有沈青青 我一直对她的感觉很淡 但此时 很讨厌 很恨 她凭什么这么糟蹋周玉 她把我明媚的少年 拉进了深渊还不够 还要一块石头 一块石头地 往下扔着去砸她 她真该死 怎么了 周玉问 回过神才发现 我已经把周玉的手 磨蹭得红了 疼吗 我问 周玉摇头 不疼 我疼 心里疼 脑子疼 眼睛疼 周玉突然抱住我 她的力气有点大 勒得我有点疼 我什么也没说 只抬手轻轻地 拍着她的后背 周玉提出 让我陪她去看 心理医生 第一次 我在楼下等她 她出来的时候 状态很不好 脸苍白的 没有一丝血色 手一直在 微微地打着站 第二次 我陪她上了楼 这一次 也并没有 比前一次好多少 周玉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消瘦了下去 她整个人的状态 都在往下沉 虽然她假装得 云淡风轻 我很着急 却无从下手 第三次 心理医生提出 要跟我谈一谈 我看向周玉 周玉点点头 心理医生 跟我分析了 周玉目前的问题 她太着急了 任何事情 都是欲速则不答的 她告诉我 周先生的问题 并不严重 只是她压抑得太久了 所以在最初的反应 会有点大 循序渐进 她很快地就能走出来 而作为爱人 我要给她时间 给她足够放松的环境 首先 我就不能觉得 这是个事 晚上吃完饭 周玉去书房 处理工事 我端着盘水果 敲了敲门 周玉抬头冲 我笑了下 我朝她伸出手 周玉疑惑地看着我 但还是把自己的手 放在了我手心 我一把给她甩开 不要这个 我要我的订婚戒指 周玉愣在原地 怎么 不给吗 周玉有些着急地站起身 不是 我准备等过一段时间 等我好了 找一个时机 快点 我催她 周玉神色复杂地看着我 最后还是无奈地掏出了戒指盒 她果然随身戴着 我把戒指拿在手里 然后往中指一套 不大不小 刚刚好 我冲她仰仰手 套牢了 第二天出门 周玉牵起我的手 我的戒指和什么东西撞了下 低头一看 周玉中指上也戴了一枚 她说 套牢了 乔远是个草包 在她接二连三地 施了几个合作后 董事会终于意识到了不对 而此时 她和德国那边也彻底地闹崩 他们甚至放出话 以后再也不会和乔家合作 于是他们开始找原因 真是不找不知道 一找吓一跳 所有乔远经手的项目 全被她压了架 合同改得一塌糊涂 跟霸王条款似的 那些没什么实力 又想搭上乔家顺风车的 只能捏着鼻子硬了 可更多的只觉得乔远疯了 乔家疯了 真以为这市场 就乔家一人说了算 该解约解约 该起诉起诉 董事会都猛了 乔远愣是凭一己之力 让所有人一年白干 他到底想干嘛 乔远被家法伺候了一顿 终于说了实话 他说他没办法 因为他身上背了几个亿的债 而且公司里还查到 他已经不止一次的挪用公款了 这是要坐牢的 乔青山差点脑出血 他不可能让自己唯一的儿子去坐牢 只能拿钱填窟窿 并打电话让我回去收拾烂摊子 那理所应当的语气把我都逗笑了 我的回复也很爽快 不去 于是乔青山开始跟我讲感情 之前是爸爸不对 爸爸没想到乔远会干出这样的事 你放心 我已经让乔远滚出公司了 之后你说了算 这大意凛然的 是他让乔远滚的吗 是整个董事会都容不下他了 爸 别这么说 谈感情伤钱 乔青山沉下了声音 你要什么 我也不绕弯子 我要公司3%的股份 乔青山思考了一个下午 随后就有人过来 跟我签了股份转让合同 周玉回来的时候 我正一边哼着歌 一边给花浇水 他过来搂着我亲了下 这么开心 我扬眉 当然 明天我就能有一大笔收入了 果然钱能使人快乐 周玉低笑着出声 想好卖给谁了吗 我点头 乔青山敢这么轻而易举地把股份给我 是他笃定 我不会做任何损害公司利益的事 可是他终究不了解我 所以我果断地卖了股份拿了钱 以后这个公司就该改姓了 乔青山怒不可遏地杀到我面前 乔南 你是不是疯了 我无辜地耸耸间 在商言商 立自为先 这不是你告诉我的吗 可这是我跟你妈一起创办的公司 你现在把它给毁了 对你有什么好处 我笑了 原来你还知道这个公司 是你和我妈一起创办的 可是你婚内出轨 气死了我妈 还要扶小三的儿子上位 我妈要是知道了 能气活过来掐死你 乔青山也不是傻子 她很快地回过了位 乔原的事是不是你干的 我没有否认 乔青山瞪大了眼睛 你这样是在毁她 乔南 你怎么可以做出这种 卑鄙无耻的事 卑鄙无耻吗 那又怎样 我冷冷地看着她 您可能不太了解我 我做生意的底线不是道德 而是法律 沈青青的母亲治不好了 她决定带她母亲回老家 临走前她约我见一面 我去了 她说你能给我一个卡号吗 那些钱我会慢慢地还给你的 我摇头不用了 沈青青坚持总不好欠着你 不然我余生难安 那你就当我用这些钱 买你余生不见周遇吧 沈青青微微地低下头 你放心 答应你的事我会做到 可是那些钱我有些头疼 这笔钱你要还多久 还一辈子吗 每个月一点 还是每年一点 这些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你还也好 不还也罢 对我没有任何影响 我说用钱买你余生不见周遇 不是客套话 也不是在照顾你的尊严 沈青青的脸色有些苍白 她局促不安地 抠着自己的手 对不起 我叹了口气 我们不会成为朋友的 我们也不是会在以后 有来有往的关系 你有你的无可奈何 你有你的悲惨遭遇 可是我这人自私且护短 我不会跟你将心比心 我只会万事 以周遇为先 我今天来 也只是想再次地告诉你 不要再出现在周遇面前 我从来干不出一笑 敏恩仇的事 仇就是仇 敏不了 晚上我跟周遇说了声 沈青青离开的事 他恩了声 没有太过在意 我忍不住打量他 周遇瞬间发现 他好笑地抱着我 我没事 我抬手摸了摸他的头 真棒 周遇哭笑不得 据说他又在筹备求婚现场 是会所的朋友 透露给我的 真是的 朋友多了 也不是什么好事 一个个大嘴巴 我痛斥了他们 并严肃地警告 以后这样的事 一定要及时地告诉我 后来周遇对我说 他想余生有我 我觉得超级棒